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奇葩的是 这泳池深六米居然没有设计俯梯 阿天一看大事不妙 就到水边向上攀爬 可惜根本够不着 指甲也被扣掉了一只 刚好此时女友来电 手机震动着一点一点就要掉下来了 阿天大喜过望 秉极牛神准备接手机 可是此时狗狗居然踩空掉在了泳池里 几乎马上就要被勒死 阿天决定游过去救爱犬 用服装帮狗狗上了岸 OK 天无绝人之路 他立刻游过去准备抓手机求救 可惜这波操作有点失误 手机滑丽丽的掉进水里了 再捞出来已经变成了一块砖头 怕水位下降更难上去了 就直接游到水里用毛巾堵住了排水口 他堵住排水口之后 腰里的链子居然挂住了 差点让他在水里憋死 非常凑巧 岸上送披萨的外卖小哥此时刚好到来 一看周围没人 给航机友打个电话 留下披萨之后 就蹬着摩托离开了这里 我觉得男主比较崇拜浩南哥 腰上挂了链子 结果错过了最佳的一次救援时机 折腾了这么久 心好累 他又躺服床上睡着了 准备等待人来救援 过了不多时 女友阿郭也来了 到这里就看到男友惬意的躺在水上睡觉 刚好又四下无人就想跳水感受一下 然后和男友来个鸳鸯戏水 结果呢 狗狗的叫声惊醒了阿天 他刚喊别跳 女友杀不住车 就滑丽丽的脚下一滑 后脑勺磕了个大包 掉进泳池里晕死过去 阿天心道 这他娘果然是乌漏偏逢连姻雨 立刻又把排水口的布拿开 到了晚上水面就降到胸口了 正在这时 狗狗警惕的叫了起来 原来是我们的主角大鳄鱼登场了 正是报纸上报道公园丢的那条 狗狗还在挑衅他 男主一看乖乖 这他娘哪冒出来的一条鳄鱼啊 狗狗你可别叫了 咱攻击力没人家高 咱低调点行吧 狗狗不听 还在浪 一直挑衅 大鳄鱼见狗狗挑战他的威严 准备去干掉他 结果脚下一滑 扒拉着钢管一不留神也掉进了泳池里 男主的心里只有四个字 完蛋的完 还好那只鳄鱼没什么大动静 游了一圈就趴在水底睡着了 阿天这下可惨了 一夜都没有合眼 眼睁睁的看着大鳄鱼张着血分大口睡觉 但是这条鳄鱼似乎有点高冷 根本对他不理不睬 怎么帮女友包扎伤口呢 他想起了机友扔的那卷不及交代 找了一圈乖乖 原来在鳄鱼的大嘴里 趁着他睡觉 阿天小心翼翼的伸出手去 在他睁眼的一瞬间 以熏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取走了胶带 鳄鱼心道 哟 这货胆子不小啊 目色他战斗力有五千 先不理他 阿天立刻用胶带封住女友的伤口 远离大鳄鱼 就这样他俩非常忌惮 居然相安无事 阿天想到泳池的下水道 可能是逃生通道 可惜有平口螺丝 正好女友的项链也是平口的 他正要去开印井 回头一看 大鳄鱼居然趴到了印井盖上 心道 嘿嘿 小子 我看破了你的意图 男主一看之后挡住了逃生通道 又心生一计 用胶带砸他 鳄鱼又心道 好小子你砸我眼睛 老子先不跟你一般见识 看你有何图谋再做打算 男主打开印井 头身进去瞄了一眼 还要提防大鳄鱼的偷袭 见里面是排水管道 回头就要等阿国醒来一起逃走 结果大鳄鱼杰足先登 嘿嘿 我先走了 男主一看 这如果下去的话 在下水道里与鳄鱼狭路相逢 那肯定必有一伤啊 怎么办呢 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于是就要等阿等 等阿等 估摸着鳄鱼已经逃走了 他才下去 结果刚下去 管道里传来一声大鳄鱼的低吼声 乖乖 原来这下水道里根本出不去啊 他爬到另一边的尽头摘掉水壁子 又进了另一个印井里 羊头一看 哇 出炉就在眼前 再爬上去看了一下 可惜 锁着呢 男主心里一万个操尼马奔腾而过 正在这时 心里爬了出去 心道 嘿嘿 小样吊虎离山 看我享受美味佳肴吧 就要爬过去吃掉女主 阿天从广教精里瞄了一眼 吓得浑身一哆嗦 慌忙钻了回去 喂救女朋友他也是豁出去了 拽着大鳄鱼尾巴就甩了出去 大鳄鱼一见这小子天生神力也愣住了 此时阿国也悠悠行转过来 看见大鳄鱼也是非常震惊 不过相安无事 此间还好狗狗聪明 自己吃了一块披萨 又给男主们送了点吃的 又平安过了一夜 第三天 狗狗弄下来一根铁棒 把俩人都惊醒了 没有水喝 又没打胰岛素 阿天的精神都有点恍惚 用胶布沾了个救命的字样 就晕了过去 到了晚上 大鳄鱼竟然生了一窝鳄鱼蛋 原来这是一只雌性鳄鱼 是一只鳄鱼姐 凑巧晚上又下了大雨 都喝饱了雨水 又是一夜平安无事 这就到了第四天 男主终于扛不住饥饿疲惫 晕了过去 鳄鱼姐一看 心道 你还是熬不过我 晕了吧小子 看我过去把你吃掉 水只刚爬过去 就掉进阴井里了 原来是男主耍诈 用毛巾做了个陷阱 见他刚进去 就赶紧盖上了井盖 并用沙发盖住坐了上去 俩人心有余悸 还好平安无事 于是呢 俩人就决定干点坏事 用眼镜聚光 钻目生活 把鳄鱼姐的蛋蛋煮了两个 美美的吃了一顿鳄鱼蛋 恢复体力之后 又尝试了各种脱困的办法 可惜总是差了那么一丢丢 于是到了第五天 二人无奈之下 又把俄鱼姐放了出来 因为俩人计划 从下水道里逃生 就在这一刹那的功夫 俄鱼姐上来一看 这俩孙子把她的蛋都给吃了 立刻怒火冲天 发誓要把这俩孙子咬成碎片 吃进肚子里 再拉成一坨大粪才解痕 可惜俩孙子跑得太快 钻到阴井里盖住了盖子 可怕俄鱼姐气得蹊跷声音 又毫无办法 两个完蛋货 还把她的蛋吃不完打包带走了 这才是最令她气愤的 这天晚上 男主不大一道素 已经坚持不住了 就在他们万念俱灰之际 彩蛋娃娃滚了进去 他居然捡到了 好几有吊在里面的药盒 非常幸运 男主暂时死不了了 二人一觉醒来 突然听到天上 有个飞人滑翔伞 男主立刻爬上去喊救命 狗哨不小心挂在楼梯上 于是他决定让阿国堵住下水道 而自己去游泳池里喊救命 结果一番周折进了泳池里 看了半天 这就是一个玩具 没人在上面 厄娃姐此时正在睡觉 突然一阵大风吹来 刮断了晾衣服的架子 铁丝垂落下来 阿天似乎又看到了生的希望 抓住铁丝往上的荆棘 爬上去滑下来 再爬上去再滑下来 直接摔晕了过去 厄娃姐见这孩子受伤了 立刻趁人之威 上来就咬住了她的腿 可惜木棍太硬了 咬不动 于是要继续进攻 结果男主拿个桶乱敲 声势十分害人 厄娃姐一看 气势立马落了一劫 心到来日方长 你这要是在河里你试试 就这样 俩货堆置到了半夜 男主居然抓住机会 用沙发罩住了厄娃姐 又躲进了下水道里 那边不通 他决定爬向另一边 往前爬了一会儿 哎 有希望 另一边有亮光 等他费尽千辛万苦 满怀希望的爬出去 我擦 是另外一个并排的游泳池 照例设计的很奇葩 没有扶梯 终于到了第七天 天上那个滑翔机玩具 竟然掉进了泳池里 两个男人下来捡玩具 用绳子绑住木梯 拴在水泥管上 顺利的下去捡走了玩具 看见求救的字样 也没有在意 男主听到声音 重新燃起了活下去的勇气 又爬了出去 结果没敢上喊求救 那俩人就不见了 男主心道 还好还好 木梯还在 此时又下起了大雨 鳄鱼姐也出现了 心道 孙子想走的话 把我的蛋蛋还给我再说 但是鳄鱼姐先发制人 一招鳄鱼出洞 就咬住了她的木腿 还好这或是主角 一番龙争虎斗下来 鳄鱼姐竟然被沙发腿戳伤 吃了一剂暗亏 镜头另一边的女主 在阴景里也逃不出去 所以关进去 已经快被淹死了 男主看了镜子 以为女友已死 心如死灰之下 战斗力直接从五千 降到了零 彻底放弃了生的希望 让鳄鱼姐咬了一大口 就要咬碎她脑袋的时候 男主听到女友居然在吹狗哨 她居然还没有死 于是顺手抄起木棍 支进了鳄鱼的嘴里 这波操作直接把鳄鱼姐 搞得很被动 此时狗狗见她危险 要去护主 可惜一跃而下 吊死在泳池的旁边 男主气得三十神暴跳 立刻抄起那根铁棍 戳死了鳄鱼姐 鳄鱼姐临死都非常不甘 孙子你故意阴我 随后的一幕 我猜小伙伴们都已经猜到了 请爱狗人士回避一下 因为男主顺着狗的尸体爬了上去 又是一番痛心疾首 终于逃脱困境出去之后 发现阴景的水早就满了 用一根长钢管做撬棍 撬开了下水道 差点又摔进泳池里 还好抓住了池边 再费尽力气爬了上去 又钻进井里把女友捞了上来 做了一番标准的人工呼吸 几乎他就要绝望的时候 阿果才悠悠行转了过来 二人相拥而泣 自不必说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另外 假如有一天小伙伴们遇上类似的情况 我已经想好了两套方案 供你们参考脱困 第一 来自如途 不及强力交代的灵感 将交代沾成如途琐事的扣环 即可脱困 第二 跪舔阿威姐帮她附带 也许阿威姐心情好 就放过你了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 还有什么方案 请小伙伴们留言讨论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